日本最大啤酒商将目光投向中国市场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5月31日报道称 日本招致集团计划重返中国市场 并希望在这个全球最大啤酒市场恢复投资 报道称 招致集团总裁盛木敦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高端啤酒市场发展如今正在起飞 他们计划重返中国市场 据盛木敦志介绍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招致集团一直在中国市场苦口挣扎 我们曾经在中国进行了大量投资 但数年前不得不撤出该市场 然而集团现在能够为中国市场制定正确的战略 报道称 盛木敦志表示 近期年随着国际品牌和金量啤酒的进入 中国的高端啤酒市场正在起飞并大幅增长 他表示 目前招致啤酒的超爽品牌 在中国啤酒市场的销售额已经是最大 并且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因此集团希望能够继续投资于这个高端市场 1994年招致啤酒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招致集团在2009年以约600亿日元的价格 获得了中国青岛啤酒的近20%股份 招致集团曾研究过利用青岛啤酒的销售渠道 但进展一直不太顺利 2017年作为当时青岛啤酒第二大股东的招致啤酒 宣布出售其持有的青岛啤酒全部股权 与此同时 招致集团开始加大在欧洲的投资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招致集团举2016年投资约3000亿日元 买下意大利 荷兰和英国的啤酒制造销售公司 2017年招致集团在中欧五个国家投资约8700亿日元 然而欧洲的高通胀目前成为招致啤酒的最大忧虑 美国CNBC网站报道称 招致集团在欧洲拥有19家生产工厂 这些工厂受到了该地区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的打击 上个月 欧洲的总体通货膨胀率达到7% 盛牧敦志表示 预计未来几个月通货膨胀率还会保持在高位 此外 高能源价格也推高了招致啤酒玻璃瓶的生产成本 因为玻璃生产涉及大量能源 招致啤酒今年第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7.9% 按实际汇率计算收入同比增长12% 盛牧敦志在五月份的发布会上表示 尽管经营环境中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尤其是全球通胀的影响会持续下去 但我们对业务的弹性和增长潜力充满信心